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颜值妈 实在是一个尖刻的声音在人群中响起 像是一根尖锐的刺 直刺周深的心房 周深微微皱眉 他并不是没有听过这样的评价 但每一次听到 还是会觉得有些刺耳 他知道 在这个看重外貌的娱乐圈 颜值往往被赋予了过高的权重 然而 他始终坚信 音乐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 就在这时 何炯 这位以高情商和深厚内涵著称的主持人 站了出来 他微笑着走到周深身边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转向众人 声音温和而坚定 音乐 是灵魂的共鸣 是心灵的交流 周深用他的歌声触动了我们的内心 这是无法用胭脂来衡量的 一个人的价值 不应该被外在所束缚 而应该由他的才华和品质来决定 何炯的话如同一缕春风 温暖了周深的心房 他知道 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的娱乐圈中 能够有这样一位理解他的人 是多么的不易 同时 他也看到了华晨宇那张自命不凡的 脸上露出的尴尬和羞愧 华晨宇一直以音乐才子自居 他的才华无可否认 然而 他总是过于自负 认为自己在音乐界的地位无人能及 这次 何炯的话让他意识到 音乐的世界里 没有谁可以自封为神 真正的音乐家 应该懂得尊重他人 懂得欣赏他人的才华 在华晨宇的内心深处 涌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羞愧和反思 他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傲慢和自大是多么的可笑 他决定 从今以后 要放下身段 虚心学习 以更加谦卑的态度去面对音乐 去面对这个世界 华晨宇的成功之路始于2013年那档极具影响力的选秀节目 《快乐男生》 那时的他以自创的独特风格火星宇登上了全新的音乐舞台 且事实地演绎了一首连听审团都无法解读的火星宇歌曲 面对台下观众的疑惑 台上的华晨宇依然镇定自若 唯有尚文杰会眼识珠 坚定地选择了信任并支持他 成为了他在竞争激烈的比赛中最坚强的后盾正是在尚文杰的鼎力相助之下 华晨宇才得以突出重围 最终如愿摘得了桂冠 然而 就在这年 华晨宇终于成功登顶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 他演唱的个人专辑销售量也轻松拿下了冠军 这无疑是他音乐生涯中的首次高峰时刻 然而 尽管华晨宇在各种称号上收获颇风 但是他在音乐造诣方面的不足也渐渐浮出水面 他在高音技巧方面常常遭受到批评 被认为音色过于单薄 缺乏深度 尤其是高音部分 甚至会被形容为刺耳的鬼叫声 他对改编歌曲的处理也显得疲态尽显 完全迷失了原曲的独特风格魅力 强行塑造所谓的火星风 彻底毁掉了音乐本该具有的美妙韵味 而令人难以理解且倍感疑惑的是 华晨宇在舞台之上的表演方式与主流审美相去甚远 甚至充满了诡异无比的独特韵味 他时而舞动身姿 时而翻腾跳跃 更配合惊悚如鬼魅般的妆容 似乎在呈现某种神秘莫测的仪式 并非我们熟知的音乐表演形式 四 负面新闻源源不断 在华晨宇的音乐创作轨迹日渐狂野张扬之际 有关其负面新闻也是时影实现 接连不断地呈现在公众视野之中 首先是多次被网民诟病质疑曾进行过整容 通过对比出到初期的照片 可见五官确实存在明显变化 尽管华晨宇本人坚决否认自己曾经接受过整容手术 然而这依然成为他面临的一个沉重公关压力 除此之外 2021年他坦诚公开自己已有私生子的事实 使众多观众对他在节目中所展现的 那份保守派形象产生了颠覆性的怀疑 更为令人反感的现象是 在选秀节目录制过程中华晨宇对待 后被歌手毛不易的演唱技巧评估过于严苛无情 这被普遍视作精英主义心态作祟及缺乏同情共情的表现 所有这些负面消息的积累堆砌 使得华晨宇在公众心中原本阳光明媚的少年形象 逐步转变为自我放纵 任性妄为 生活作风备受争议的问题一人 毫无疑问 这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将他尊奉为华语乐坛之神的幸福度 5、2023年杭州演唱会风波再起 若说前述种种负面事件仅限于华晨宇个体形象层面的困扰 那么2023年他在杭州举办的演唱会则直接触及 到作为一位职业音乐人所应具备的素养高低问题 这次票价高得惊人的演唱会 不管是从场地设备还是服务品质来看 均无法满足人们对于高质量官员体验的期待 首先 如此昂贵的门票价格却无法保证给予粉丝充足的座椅 迫使歌迷只能全程站立欣赏 这样空洞的销售策略显然完全超过了实际活动本身的价值含量 更为令社会各界感到义愤填膺的是 在那场令人瞩目的杭州演唱盛典当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使原本的舞台瞬间陷入了泥泞之中 在场粉丝所处环境之恶劣可谓极尽惨绝人寰 身为收益方的主办单位 本应承担应有的责任感 为尊贵的观众提供语据防护措施 然而却反其倒行之 竟然借机推销高价商品 大肆敛财 攫取利益的康庄大道上 他们毫不犹豫地撇开了应有的关怀和承诺 无视粉丝生存环境的艰难 竟然一味地疯狂倒卖商品 无疑是一种堪称欺诈的行为 如此表里不一的举动 引发了公众无尽的讨伐和声讨在场 一根售价高达38元的兵棍 以及标价35元的淡水 充分彰显了主办方的无情 以及借口抬高物价的流氓套路同时 主办方的那份冷漠至极且极度自私的态度 也引起了全国民众对于华晨宇本人的质疑 以及道德声势的高压打击 面对粉丝真情实感的流露 华晨宇非但未做出丝毫的歉意与援助 反而表现出敷衍且随意的姿态 大多数时刻都沉浸于与工作团队闲谈打牌的轻松氛围中 这足以证明 他早已将粉丝的热爱与信任视为自我膨胀的工具 而不是应该被深深珍视并真诚回馈的群体 这位所谓的音乐巨匠非但缺乏应有的尊重 甚至忽视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互动 与爱戴这一自以为是的糟糕演出以及不负责任的态度 与所谓的神称号毫无关联可言 在历经那场杭州演唱会的种种风波之后 华晨宇若想要重新赢得神的称号 必须在自身的态度方面进行全面的改善和提升 首先 他应当证实自身在演唱会中所犯下的过错 深入反思自己对待粉丝的态度是否存在过度的傲慢及轻视 接下来 他需要学会聆听粉丝的心声 理解他们的感受 不能再将这些支持者简单地当作垫脚石或是满足个人 虚荣的渠道唯有真正与粉丝建立起相互敬爱的牢固联系 华晨宇才能够持续发展 茁壮成长加之 他还需保持谦逊 审慎的态度 切勿因一时人气爆棚便望自尊大 目空一切成名绝非一夜之间之事 而是需要长期坚持不懈地付出与努力 如果盲目追求短期的热度而忽略了更长远的前程规划 华晨宇未来的职业生涯可能会误入歧途 难以回转我们期盼着他能以务实低调 自强不息的态度逐步前进 坚信只要他能一直努力前行 用心创作优秀的音乐作品 总有一天他将会真正成为华语乐坛的引领力量 最后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 华晨宇作为一位崭露头角的青年歌手 虽然拥有一大批忠心耿耿的粉丝 但距离真正的音乐神明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我们不应盲目追寻任何一位艺人 而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审美判断力 以便更好地评估艺术价值和艺人品质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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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